网友带资不见误我 保思捷 凯燕和宝马X5怎么选 买哪个更合适 就怕买完后悔来不及 我想先问一下这个镜头前 视频前的粉丝朋友们和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 你会选择凯燕呢 还是说宝马X5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他建议 或者没有买过开过这两款车的 也留下你的宝贵一眼 谢谢啊 谢谢大家 那么首先这两款德系车呢 品牌养力可能是凯燕更好一些 是不是啊 这个是宝马比不了的 这个保思捷这款车呢 它是组装速度与激情的一款车的 操控特别好 加速特别好 符合这个喜欢速度与激情的 喜欢操控的单身人士去选择它 那么宝马X5呢 是属于商用居家过热的啊 比较好 这个速度各个方面 综合实力的对比呢 要比这个卡燕要更好一些 所以说他有这个差距 再一个保思捷卡燕 和这个宝马X5 它的价格要差了三四万呢 这个差距是特别大的 那么我们认为 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是不追求这个 那样的卡燕的话 我买一个宝马X5 省下了三四万 我再买个 存电动车型不好吗 没事的说 领导家人 再赚了赚了 是不是啊 或者是在市里赚了赚了 新能源三十万买个不错的 是不是啊 省下这些钱 对不对 如果你非要选择这个卡燕呢 那也没有问题 高端品牌嘛 我要的就是这个面子 我要的就是这个牌面 你选的卡燕也是没麻烦的 是不是 买这种车的都不差钱嘛 对吧 那么我就说一下这个卡燕 它有的三轮轮梯 就是说 大动那个EA839 那个名声音发动机 你像那个帕拉梅拉呀 土瑞呀 QQ8呀 A8L啊 还有三轮轮梯A6啊 都是这款发动机 动力是非常优秀的 只不说型号叫的名字 改了一个名字而已 其实都是这款发动机 动力很优秀 450的扭矩 340的一个马力 如果你觉得它还有动力不够的话 它也以百公里加速达到7秒了 那你还可以选择这个 2.9TS这个版本 那个是双温轮中压 扭矩是550 马力是440 动力更加优秀 百公里加速另外就可以完成了 双温轮中压 够扭 还有个4.0T 这个八端机 它搭载也是搭动 那个EA825 那个八端机 发动机 那个买它的几乎是就很少了 是吧 因为太贵了 对吧 一般就买30T 还有209T RS这个版本就绝对够用了 而且不管哪个动力版本 全系都有四周五座可以匹配 可以这个选择 是非常优秀的 全系标配的悬挂软 高级调节空气悬挂 车子是非常不错的 加速各个方面经营的 尤其是操控这一块 特别好 特别爽 而帮忙X5呢 它有这个四缸机还有六缸机 当然买它嘛 这个价位嘛 都是奔的三成器六缸机来的 谁买那个两个四缸机呢 有病吗 是不是 它俩虽然都是搭载财福的 8AT变速箱 但是这个宝石捷卡验的 财富8AT要比宝马的更好一些 有人说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 这个是宝石捷授权给财富 让它专门设计的一款 财富8AT 用来更好一些 更精度一些 不惜成本 而且电控技术呢 也更好 所以说换脑轮辑更好一些 开口卡验都知道 都是对这个8AT战不绝口的 觉得是不一样的 那么财富其实最厉害 都是哪个PDK 双利盒电数箱 大家都知道 一台变速箱成本就四个万 不计成本 只要好就行 有人说 酸来盒不好 能够高温 不 它这个呢 专门给它这个摩擦片呢 设计了个油道 需要你弹射起步的时候 以最大的油量 去给它降温 所以说 它联系弹射 弹射40次50次 都不会高温的 换了别的酸来盒变速箱 早就废了 报废了 是不是 它却没有事 这就是差距 那来车实际开眼呢 家用啊 宝马X5 适速度也有 更贴近奔驰 而且操控 底盘承挂 调制的很运动 操控也非常不错 唯独就是没有 七座买两台车 都是这个五座车型 去家过程的 宝马X5 更好一些 如果说是 我就喜欢 一个人两个人 坐这个车 喜欢操控 速度与进行的 那你选择卡眼 这个是宝马X5 比不了的 那没有开过 或者买过 再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